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腿的另外一种训练的方式就是踢腿 踢腿呢是训练腿的爆发能力 也就是速度和力度 同时呢又帮助软度的增长和提高 特别是在跳跃动作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借助踢腿的动作来产生动力 然后把舞姿呢快速的能够在空中形成 它也是完成一些技术技巧动作 打下一个素质能力 比如在旋转动作或者是翻身动作当中的那种闪转的速度和力度 从而使动作呢能够特别的轻跳 踢腿呢是由小到大 由低向高而进展的 擦地的动作 小踢腿动作是大踢腿动作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过程 也是它的一个辅助的训练的 也是它的一个辅助的训练的基础 也就是我们踢腿要达到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们任何经过动作腿 到空中形成的姿态都是经过擦地 小踢腿和大踢腿三个过程而形成的 作为踢腿呢我们可以分为前旁后和交叉的这个十字腿 踢腿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有甭脚的 勾脚的 可以在一个方向上重复的 也就是向同一个方向上踢也可以把我们讲的前旁和十字这个过程连接起来呢 就是比如说片腿就是从交叉的十字经过一个45度的角又到旁 所以我们把它叫片腿也有经过旁腿经过一个45度的角度到十字腿 所以我们又把它叫做盖腿 还可以呢 有优腿的方式 也可以呢 有摆的方式 所以我们把踢腿呢 一个是有方向的变化 也可以有它这个用力的速度和感觉上的变化 踢腿呢我们是在一定的度数上 比如说分为25度 45度 90度 一直到180度 根据不同训练的时期 及目的的需要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训练哪种方式 选择你需要的度数 下面呢我们就示范一下踢腿的动作 踢腿我们先看一下 有踢前腿 踢前腿 踢旁腿 踢后腿 十字 十字交双腿就是要到你 踢到肢织腿 Esp selon 肯定就要到一样的地步 肯定在肩里面前 可以到肩腿上 把十字交叉腿和旁腿连起来 经过一个45度的弧线 就是片腿 盖腿 踢腿可以蹦脚 也可以勾脚 勾脚的时候要强调速度 我们现在主要看勾脚 旁腿上的勾脚 要靠脚后跟 离地产生速度 好 再来一次 片腿的勾脚 盖腿勾脚 踢腿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 一字位上 进行 可以在一字位的交叉的状态下 进行 可以在八字位 前点步 可以向后踢 后点步 可以向前踢 或者是踢片腿 盖腿都可以 旁点 十字点步 前点步就是 这样可以踢旁腿的 优腿 还可以在踏步上 踢前腿的时候要做正踏步 就是前后脚 要保持一个垂直线 踢旁腿的时候 可以腿往后噎一点 到支撑腿的 四十五度的状态下 可以踢起旁腿 再来 绁腿